收获当中产品报名牌的现象并不少见 也有人因为销售或者使用了报名牌的产品 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新乡的高先生开了一家超市 而超市里面所售卖的报名牌的产品竟然不止一种 于是高先生被起诉到了法院 公关续纪士兵院公司 起诉他的 回家续红潮市 在这边小组的一种烫的白包装 跟这个旭姑姬这个商标苟缝紧死了 咱发现这个款 这个苟缝琴圈 商标琴圈 这是一个烫的一个案件 还有一个案件是涉及到 原告是一个安徽生 辅光师兵雇物应验公司 起诉这个严谨毁压生活潮市 是这个毁压生活潮市 走买的一个叫辅光弄的一个水杯 侵犯了辅光商标的这个性位 但是北京人一直来到发现金融 时髦财餐 也没有去旅行自己的发力遗物 我们今天这个 所以这个进行这个 两个案件 就跟我们已经行动 一个一个说吧 三千五百块钱 这个扎个旅行房门的 唱这个是 这个烧 唱一会儿这再给你专门 你好 喂 您好 我这边 是我这边有人面积啊 你这边是东关续技食品公司 增典令吗 我这边是新疆北民区发现直行剧了 我兴法 这个你请你这个神经直径 那个 电影您现在伟压生活潮市 我们现在在执行现场 你们看什么 绿色 转吧 吃 这是 来看 转掌 来看一下转掌吧 3050啊 2023105号是一个案件 是一个案件 人家说 relationship withering 我们刚没这个事 这事热气牵 嗯 也不容易 我再看,我再看,我回来商量 这东西,是不是,水培一年,满五年水培也这么多人家 他说,满五年,满十年也这么多人家 这个派权是不是2020年的派权? 我还得,知道吧? 我还得,上级供应,还得干了 从2020年到现在应三年时间了 你就是跟你的工坊上沟通交流 你应该又应十年了,对不对? 我们连两天沟通交流呢? 那我来跟他们交流 对,现在我真的没有练习,有啥说的 这个派权书你看看,来看看 当时是方案当现场给你送的派权书 对不对?2020年的派权书你送哪过 到现在2023年了,派权书这么长时间了 你是不是也主动在派权书留你的这个 发的遗物呢? 还要等待派权来找你这个人? 我找他,他知道你我收钱派遗物了现在 你有,你可以去派权书 为啥派权书你不去呢? 对不对? 你全力可以保护你啊 你去就是我的,去整吧 的确啊,咱们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一定要擦亮双眼 尤其是吃进肚子里和贴近皮肤的东西 切勿被报名牌的产品啊,上了身体 在这儿也是提醒我们的经营者一定要对消费者负责 更要对您自己售卖的产品负责 7度公间是红岸品牌旗下知名的卫生巾产品 在众多超市啊,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同时啊,因为它进入市场较早 产品销售的覆盖渠道也是全国各地 因此啊,假冒产品也就随之出现了 你好,一代一代一代,我给你出十两个影片 我给你出十两个影片,我给你出十两个影片 我给你说一下啊,这个第一,你现在设计到一个 执行案件,是这个苑岗是这个 赫苑南准过知业优先公司 这个北岗是这个田田走务工程 以前是这儿的负责任务 这个田田走务里面是这个7度公年这个费成级 你现在已经涉及到秦权到人家这个 亨岸职业优先公司了 我这是,我是假不假秦权大会发生 我也是个警察长,我是买你啊 对,但是你销售了,你这个性费已经造成秦权了 我要是假你发我,我不假,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 秦权或秦权的,是不是啊 你的这个狗狗渠道是从那狗狗的 我说我从这楼进来啊 对,你不是从这个人家这个亨岸职业进来,是不是啊 我只要紧两小,我有小时候,我能抹着长牙 长牙得多少,两次我才能 对了,我都跟你说了 既然你没有从人家这个正规商家进入这个货 你应该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 他正流疲乏一点,就是说 我只能保证他不假 我能保证他秦权不秦权呢 现在我还没见到个赏民,到底知道他哪个赏 我都不知道 现在跟你说 现在跟你说 别提前跟你说 这是警发远赫发创款,误正当理由,举不倒庭 当事已经通过这个,串大,串大这个,比如说公告的形式 或者串表的形式,告知你,就要开庭了 你没有取,所以说在庭上,人家处使了这些证据 你没有看到,明白了吧 这个东西你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到生盘里面 去找导师的这个申理发管,去把导师的卷筒调出来 然后人家把导师排着照片,写到去了证 这些东西证据,都给你纳出来,给你处使一下 对不对,这都可以 是不是 人家贴了个赌旧,依发盘令,彼稿,理计定制,销售,愿告,歧骨,空间 知道了吧 人家实际上,这个潮市,仅仅合适过以后,决定能销售了这个七度公年 与这个怨恋,人家这个恨安之夜,销售了这个,不是一个产品 所以说,人家减定这是家贸产品,明白了吧 这不是厨子人家昌了,你这个性命,对人家昌,现在已经受到勤态了 明白了吧,你已经勤态到人家赏标了 而且你销售这些家贸的东西,我给你搞直面 你这个东西是认识用的 知道了吗,你如果造成其他的神经伤害 你想想,你称难多打了火锅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你作为一个商家,你从哪儿紧了火,对不对 不是光有紧火,带走行量 你用了伤病是不是正规了 你的心里有数呀 对不对 所以我给你说了 你如果原意,每个单元就行了 我现在和神经人练习一下 行不没有 如果你要是不动意,执行了 那我告诉你,还可能 现在要给你旋渡一下,还得唱这种句了 你让大家帮我给你 好,那我好,不客气啊 喂,你好,你是那个王鹏宗律师吧 对 你好,我是这个行销市VVC海员执行局的 今天这个我们到这个,你有一起案件 就是这个丰修县天天购物广场 上面有一个这个,关于这个 7度空间,这个费用金侵权这个案件 这个现在我已经找到这个 他们案件的这个负责人了 这个超市负责人 就是这个超市负责人意思的是 能不能你们通过电话 这个,他可能想跟你和解一下 你看看,你能先聊一聊 谁没有 和解的情况下,我们这边是有规定的 就是说,书中费可以免 然后他无利益可以免 但是那个判的那个本金是不能免的 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也没多大意义 如果他能接受的话,就可以 行,你通到人家说了吧 嗯 不点说了吧 好,那我知道了,那这样吧 这个,你通过下吧,你是专到发院 还是直接专给对方 这样吧 那你专到发院账上吧 那这样吧,我让他今天把这个钱 先转到我们的法院账户上 转到我们的账户上 这个,到下周我可以联系 但这个退款手续吧 行 好,这个钱到账之后我通知你啊 行 好,走走走 行,行,行,行 好,行 来,去 来,去 加速 好,任命发院 我叫南天 这是我的手机好妹儿 这个有啥事 那后续可以过 然后这个安静 今天九段时间完毕了 感谢你给别个 但是我也给你说一点 因为你闲点销售这个产品 咱都说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去到链院 如果咱说了 发生视频安全了 或者这些产品安全了 你讲链 你肯定要称担第一责任的 所以我老熊 咱都吃一钱 招一指 好不 的确啊 咱们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 一定要擦亮双眼 尤其是这吃进肚子里 和贴近皮肤的东西 现物被报名牌的产品啊 伤了身体 在这儿也是提醒我们的经营者 一定要对消费者负责 更要对您自己售卖的产品负责